明天是元旦 明天元旦我们有战机秀 不过在谈战机秀之前 我们先来看 我们自己的MIT海巡舰要来了 自己的国家自己顾 台湾船业如何重返荣耀 我们都有来谈谈 我们自己做的海巡舰 另外好厉害的是 我们的熊二一飞弹 我们熊二一飞弹的射程提升 打击范围覆盖解放军 东部以及南部战区 而明天元旦就要冲什么呢 换向F16 金国号要变定 这回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当然要问军事专家 我们先来谈熊二一飞弹 很厉害 熊二一 目前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是熊二 你就说 施孝文你骗人 这是熊二不是熊二一 说真的 我们跑军事新闻 跑这么多年 熊二一这颗飞弹 就像化鬼大赛一样 大家只是听说 有鬼没人见过真鬼 你说很神秘吗 对 极度神秘 极端神秘 它神秘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熊二一 熊二一 甚至于到前两年 大家都还在猜 熊二一到底是一种 高空高速用冲压的 这种飞弹呢 还是低空 类似像鱼叉飞弹 那样的飞弹 但是这个画面不是已经 这个是熊二的飞弹 我们刚刚讲 因为熊二 因为熊二 所以我只能用熊二 去猜想熊二一 对 因为熊二这个飞弹 它本身是一个反舰飞弹 反舰飞弹跟巡翼飞弹 基本上它们都来自 同一个妈妈 同一个妈妈生下了 熊二那个巡翼飞弹 跟反舰飞弹以后 它们本身非常像 其实我们的熊二一 这个飞弹呢 它的基础也是 电击在我们讲到 这个熊二一 这个飞弹上面 熊二飞弹 对熊二飞弹 然后熊二飞弹 你可以看到 目前来讲 我们原先 目前来说 原先熊二一飞弹 大概射程是600公里左右 那另外还有一种 云峰飞弹 它可能是一种 就讲固态火箭的 熊二一最新的 我们研发的 叫增程型 什么叫增程 就是原先它只能打600 但是我们把它弹加长 然后给它更多的油料 它就可以飞到更远 那同样云峰也有 云峰增程型 可以达2000公里远 那当然这些飞弹 对于当面 其实像那个熊二一的增程 到云峰到熊二 对当面的这个 对岸的攻击军来讲 它就产生了一定的 吓阻的这个力量 因为毕竟就是 他们对了我们飞的很多 我们总是也要 有一些飞弹对着它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熊二一 到底有多厉害 有人曾经把我们的熊二一 和美国战斧来做比较 没错 战斧飞弹 它本身来讲 它是一种巡异飞弹 它发射以后 会贴着地面一直飞 然后而且 这就是战斧 对 是战斧飞弹 它这个飞的情况 那是一开始 因为它本身你看 它是装在军舰里面 装在军舰的飞弹发射管 那时候它的速度是零 当你 有一个东西把它推出去的时候 它可能一下非常快 所以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 所以它是这样飞啊 对 我们讲 这个是我们讲 一个火箭的一个助推器 或者说大陆化叫做加力气 等到这个加力气烧完之后 它就会掉下来 这个时候战斧飞弹 就换成它里面有个像 喷射引擎一样 一个小发动机 然后继续推着它往前飞 这个时候战斧飞弹 就变成一架小飞机了 同样我们熊二一 也变成一架小飞机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把战斧飞弹 跟熊二飞弹来做相类比 熊二一 因为其实之前 这套片就是熊二一的这些部队的阿兵哥们 你看他讲千里破敌舍我骑谁啊 然后结果后面有一个对挥 然后对挥上 哇塞不得了 有一个原来就是我们讲说 化了二十年的鬼 不知道鬼长得什么样子 原来鬼就在这里啦 就在它对挥上面 我们瞧见了 我们的熊二一应该是长这样 对应该是长这样 所以也更印证了 就是说它的外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我们讲到一个团团 跟战斧飞弹 非常像一个巡异飞弹 那这个巡异飞弹 以美国的战斧巡异飞弹来说 它的这个巡标的方式 不管它有配备非常机密的导航 它最厉害的地方 它的飞行的过程中 它能够跟地面做扫描 你说美国的战斧 对美国战斧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所以它自己会扫描 对也就是说今天 我设定一个目标 假如说我今天从A点 飞弹打到这个娟姐她家 对不对 这中间经过几栋 怎么找到娟姐家 打到 好没关系 反正路上要经过几栋房子 几个山峰 然后过个桥梁 然后这个飞弹在飞的路程中 它就会对地面扫描 没错 我的航线正确 所以我就会冲到 我要打的这个目标上 未来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熊2D的飞弹 它本身是一个 我们讲的巨外的一个攻击 也就是它发射了以后 打到那个打到的地方 是在地平线以外 我们也看不到它命中目标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导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好我们也给观众朋友 看一下我们的熊2D 因为熊2D很神秘 没有人看过 但我们可以用熊2来想象 我们的熊2D这样的威力 以及它的一些射的情况 不过我们回来讲 我们自己的MIT海巡舰 对海巡舰 其实之前海巡有一款船 叫做驼江舰 驼江舰你看 它本身这个船 大家感觉这个船 好像不是很雄壮威武 但是我跟你说 它这个船在射界的时候 它降低了我们称为 第一叫红外线讯机 就是你用红外线 它会把这些船上会发热的东西 它都会把它遮蔽起来 另外它那个外形 它把那个船楼 都做了一个很单向的一个方式 让它连雷达看起来 你看它刚刚那个船很大 对对对 你看这个船不小 500多吨 你看这么多人在上面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雷达看 这条船大概 这艘军舰大概就跟一艘小鱼船一样大 你看这么大的船看起来跟小鱼船一样大 所以在作战上来讲 这个船可能跑到海上的时候 对方虽然扫到它 就觉得这可能是个小鱼船 就在作战系统里面就会把它忘掉 然后呢 但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不只是海军要买陀江舰 海巡都一口气买一大堆 海巡也要买这个陀江舰 这样的船作为一个巡护舰 海巡他们现在一开始 他们其实除了就是说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做的海巡舰 很类似陀江舰 对大概是600吨级的陀江舰 它的用意在哪里 就是说好现在 也许你海军没有办法一下 买这么多陀江舰 跟做这么多陀江舰 陀江级舰 对操作这么多 但是一旦好 今天万一打仗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海巡的陀江舰 只要拿到船厂里面 把飞舰装上去 这个时候海军的力量 是不是马上就变成海军可以用 速箱很快 这个是海巡小型的 35吨的一个快艇 所以它的这个概念就是这样 好所以在今天盘面 我们发现 军工股好久不动 竟然开始动了 包括中兴电 我们来看一下中兴电 在今天股价的表现 中兴电那间大涨了 超过六个百分点 另外一档 汉翔也大涨了 汉翔走高往上 最高曾经大涨来到36.15% 在今天收盘涨了7个百分点 这些都是过去好久没有动的股票 怎么今天突然都动了 我们来看老谢怎么说 老谢说因为我们的汉翔 吸收全球最大的军火商 解读新闻背后要很细腻 老谢怎么解读呢 好那这次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 这一家的军工厂 它跟我们的汉翔签了一个合约 签了一个叫做什么合约 亚洲F16的修复中心 由汉翔来负责 这从二战之后 第一次美国跟台湾的一个军工业的合作 那我们讲到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就是它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军工厂 那它70%的业绩来自于美国的国防部 那其他的就是其他业绩 那今天汉翔能够跟这一家公司来合作的话 当然对汉翔来讲是一个长线的利多 那洛克希德马丁 其实它在今年的营业额是142亿的美金 它从2000年到今年 几乎每年的一个分红年年增加 有人研究也会发现 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跟它类似 日本的花王 就每年每年都在成长 那么它今年的EPS是4.77 那其实它只有坐五种机型的飞机 一个是F104 一个是F117 还有F16 还有F22 还有F35 这五种类型的飞机 那对台湾来讲 目前我们的F16有144架 那最近又买了一个F16V66架 那今天我们的汉翔 它成立一个亚洲F16的修复中心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把我们原来那个F16的144架 把它升级 升级为F16V 那这样的话未来我们F16V的整个机队 就有到210架 也就增加台湾的国防力量 当然对汉翔来讲 除了这个F16114架 升级为F16V的一个整个修复 升级的一个钱可以赚以外 另外它还赚什么钱 因为在全世界的F16有4500架 那4500架里面光是亚洲就超过一半 2200多架 那如果这些亚洲的F16都拿来台湾修理的话 来修复的话 汉翔这个钱就已经贪不完了 除了这个以外 最大的市场在哪里 在F345 那F345呢 洛克希德马丁认为2035年 全世界有3500架 如果汉翔可以从F16修到F22 修到F35的话 那个技术的升级就不是你想象的 所以未来汉翔很可能就跟现在的汉翔 是不能等同四肢 也就是要寡目相看 不过我们回来讲F16 明天元旦的战机秀 有F16 有幻象 有金国号 最有看头的是 当然这次第一次在墾丁 有金国号战机的空中冲场 金国战机空中冲场 它本身 你可以看到它有五架飞机 或七架飞机会在做一个编队 那这一次F16 金国战机跟过去来讲 说以我们现在金国战机来讲 最新的发展是怎么样 金国战机它上面最重要的武装 是一个空对空的武装 是一个我们讲到 明天最有看的是金国号 对 因为它第一次在墾丁 你如果说它有在花莲 花莲已经飞N次了 飞来飞去 基本上就在花莲 大家对花莲F16也不有太多的信仰 但是墾丁这是头一回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看拭目以待 他们要怎么飞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这次FGK丸金国战机 它是我们空军三种主力战机里面 它是配备国人自制的 天舰二型的中程空对空飞弹 天舰二型 天舰二型的中程空对空飞弹 它这个飞弹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20来年了 所以现在中科院它未来要把这个飞弹 它作为一个新的性能提升 其实它这个性能提升非常吓人 因为它运用到最新的核心技术 跟采购到关键的核心兵器件 它让天舰二这个飞弹的长度大幅缩小 而且重量大幅减轻 代表这个飞弹可以射得更远 过去如果说天舰二的话 大概我们估算它是40到50公里的 一个有效射程 但是未来经过这样一改良以后 有可能可以射到100公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未来的空间 基本上来讲大家不会面对面 然后接触以后来做那种非常激烈的缠斗 都是我雷达看到你在哪里以后 我就发射飞弹把你打掉 你还根本不知道 或你还看不到我的时候 你就砰你炸掉了 紧接待您的关键是 我们新台币在今天强强棍啊 看到二字头 创下一年新高的新台币强压日元 我们用生活化的说法就是 如果你换三万块 可以赚一张迪士尼的门票 加一碗拉面 新台币在今天升破30 扫盘升值超过一角 一度来到29.996对一美元 所以有名 这个时候的货币投资怎么做 对 最近大家应该都很有感 如果你最近有出国的了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跟你讲 连我妈没有出国 她都赶快去换日币 真的啊 她是将来用得到啊 对 现在是很多 像你妈妈这样算是很有远见的 那你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还没换 对不对 因为下个月可能小孩子就寒假了嘛 不然的话就是已经要 这个就开始休假 所以很多人有出国的打算 所以现在这个趋势 还会不会再继续维持到出国前 很多人那个时候要出国怎么看 这是升值 往下是升值 往下是升值 当然这个很多的毛毛虫的下影线 应该都是央行去守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最近的那个幸福感 大概是多少 一样的钱喔 台币就变大 那变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比如说你拿新来币 三万块去换日币的话 你可以换多了8832的日元 那各位你知道一人 一人拉面一碗多少钱吗 一碗890块 所以你可以吃到快九碗 但你不可能吃那么多对不对 所以你叉烧肉 葱 面 温泉蛋 你全部都给他加 好幸福啊 很幸福 然后如果说你拿这个 五万块的台币去换美金的话 大概也可以多了81块的这个美金 那一个麦当劳汉堡 大概是八块钱 你也可以吃九个 所以原则上的话 其实这段时间里面钱变大 现在我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 新台币变大 新台币变大 新台币变好用了 但这个趋势能不能维持到过年 刚刚校围也有在问我嘛 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来讲 一个货币投资数 就这个时间点我们对货币的 一个看法是什么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 比较重要的心法 就叫做插协同理论 插协同理论的意思就是说 现行在高档的时候 你是听不到利空的 同样的一个道理 现行在低档的时候 你找不到任何利多的理由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这12月 就是以这个月来讲 所有亚洲货币 跟欧美货币的一个比值 我们把美金来去对的话 那这一区亚洲货币 如果绿棒越长的话 就代表升值越多嘛 然后这个绿棒越少的话 代表升值越小 那新台币是在这个位置 新台币大概升了一点多 所以韩还升得比我们多啊 对啊 你看喔 我们新台币对这一期来讲 我们是非常小确幸 因为我们升得比港币日币人民币泰铢 所以我们去这些国家 在这个月是很幸福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欧洲 去韩国 去澳洲 去纽西兰 他们升得怎么样 比我们多 所以我们的货币是将对贬值的 那我们新闻里面 今天有听到一个重点 他说泰国泰铢嘛 对不对 他说现在大家都鼓励泰国 去出国投资 因为泰铢变大了 泰铢也比新台币要来的什么 要来的贵了 那这个时候回过头来 你去看泰铢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现行跌就是代表 所谓的升值的意思 对 现在泰铢在的这个位置是 2013年以来 最重要的一个上升趋势线蓝色 还有一个红色的线是 2012年8月以来 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连结出来的 X线 那这个地方其实他已经来到这里 所以你在这里 你是要赌他再继续的往下走 就是升值 还是你认为他这个地方 应该现行反弹 应该要贬值呢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22年以来泰国币的走势 派出的走势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泰国你现在没有在看亚洲金融风暴 你不认为更严重的话 这里像不像是相对的低档底部区 所以也就是说 感觉是要扁 要扁了嘛 因为是现在这里嘛 对嘛 那你再来看看 这个是22年来的低档 所以我说它不见得一两天之内 马上就反转 但是你要知道 像这个阿关的妈妈就是 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就是相对已经升到一个位置 或者是现行跌到一个位置 这样的一个点 好 我们再来回头来去看 那因为它相对的叫美金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跟各位来讲 节目完了之后 还有人在问黄金的投资 那我们来说 黄金当时是1500附近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的高点是升到1525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按照黄金来测量的话 它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1530 第二个目标的话应该是1555 1560附近 第三个目标是1600 那最近黄金是不是应该要涨 那也就是说 全世界你要去看 你要把它怎么想呢 第一个 美金跑出来 美国股市撤出来的钱 它不会马上跑到美金去 它第一个认为有风险 它会先跑到黄金 所以最近的黄金在上涨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都还没跌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前天美国就开始跌 昨天也开始跌了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黄金会不会一直涨 不会 黄金大概会涨到这一期会停下来 那回头这个时候 黄金的钱会跑去哪里 跑去美金 我们来看一下美金的一个走势图 我们就很明显的发现 美金是在一个2017年1月以来 跟2017年7月以来 一个上升趋势带的下源 所以也就是说 美金跌到这个位置 再跌有限 它是不是应该开始往97 975 98 这个叫美元指数 所以最近的美金 顶多就稍微再跌一点 之后就开始准备要升值 所以你这个时候囤一些美金 做一些美元保险 或者是做一些美元的投资 其实是站在中线的立场 是OK的 那回头我们来看 那这时候换美金 换日元都是好的时间 对 美金日元都是好的 反而泰铢港币是比较不好的 对 那回头我们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新台币 因为今天新闻是新台币 对不对 那新台币的涨跌 跟一个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叫台积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升值 你看新台币数字开始变小 代表升值 31.628 对过来正好是台积电的227 也正好是台股的10180 所以换言之就是外资的乐钱 开始拱台积电 拱台股的时候 台币就开始升值了 好 那现在回头我们来去看 最近台积电是不是来到 345在整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 你要买台积电的人 还不要那么早 但是你回过头去看 可是台币还一直在升 为什么台币在一直升 因为年底了 出口商要传统的抛美元入台币 但是过了这个趋势之后 到1月份的时候 我们回头来看 最后新台币的一个走势 给各位做一个ending 比如说新台币 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是五公角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可是第一个 现行在跌 可是指标跌不下去 这个叫一度被离 换言之这个地方再跌有限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看到 maybe29.9左右 但是这个你为了要去赚 那个0.07 可是你可能会买在一个 相对的什么高点 好 那这个地方 它未来往上的机会 现行往上就代表它 未来要贬值的机会 那它会贬到哪里呢 第一个我们在技术分析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以后我会去提叫 失落的地平线 它从哪里跌的 它会先回到那个点 好 也就是说 二子头不会是短线的长态 大线的长态 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什么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种情况 是一个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